對於有塵滿過敏的人士 如果想避免塵滿致敏緣 方法很簡單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這間房間做個簡單的示範 塵滿要在溫暖和潮濕的環境才能生存 當室內溫度達到25度 濕度達55%至75%的時候 是塵滿滋生的最佳環境 所以塵滿過敏的人士 越特別留意的地方就是睡房 因為當你睡覺蓋屁時 你的汗水、體溫和皮屑 就是營造塵滿最喜歡的生活環境 所以睡房是塵滿過敏人士最先要處理的地方 在日休息時 願意打開窗簾 等多些光線照入室內 令室內可以保持乾爽 還要留意你床上的毛公仔 很有可能埋藏了塵滿和牠的排泄物 我們可以用冷凍方法 將公仔放在攝氏零下20度的冰箱裡 儲存24小時 就可以將塵滿凍死 然後再用凍水沖走塵滿的排泄物 至於大的毛公仔 因為比較難使用冷凍方法 所以盡量不要放在床上 而床單裡 都埋藏了很多塵滿和牠的排泄物 建議使用針孔達5至6微米的防塵滿枕具 除了可以防水之外 更加有效阻隔沉滿致敏原 另外 建議放置一部空氣淨化機 過濾空氣中的懸浮粒子 便可改善室內的空氣質素 以下方法 只是針對沉滿過敏人士 如果懷疑自己有沉滿過敏 建議先做過敏測試以作確認 等待會等待會 今天就請來